大家好 歡迎收看比利巴拉托 很簡單地跟大家講講 加拿大五大銀行 2022年第二季的業績 World Bank、TD、Scotia和BIMO 他們的業績都是做得好過預期的 除了第五間CIBC是差過預期之外 股價頭四間都有顯著的上升 這個可能隨著大市 CIBC沒有隨大市上升 只是能夠躺平在過去兩天 整體來說包括CIBC的Earning 都是有所上升的 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利息收入 隨著Long Portfolio的借貸上增加的時候 雖然margin息差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利息收入都是有所上升的 第二就是因為外壞帳的撥備 對比上年的時候 除了TD Bank 反過來做得差一點之外 因為上年有一個Wide Up 其他的各大銀行都是有一個改善 你可以說已經Back to normal Pre-Covid的水位 所以整體來說都有升幅在當中 之前備受爭議的就是 非利息收入可能會虧出 但是雖然 雖然 投資方面 資金的熱切渴求程度 或者靠銀行來融資的程度 比起COVID的時候 2020年和2021年都是少了 以至到它們都是下跌的 但是其他的一些非利息收入 例如保險 例如信用卡 各方面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升幅 以至到非利息收入 就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或者即使跌也不見得太厲害 接下來有什麼趨勢值得注意呢 首先 剛才說到 在非利息收入裡面 和外外漲撥備 估計都會趨向正常化 和之前PCOVID的水位差不多 不會有太巨大的變化 在當中 第二個趨勢 就是利息 隨著利息繼續攀升的時候 銀行有望 將息差擴大回到PCOVID的水位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它的利息也會隨之上升 當然你可能會擔心一件事 就是當利息不斷增加的時候 什麼外壞帳 不會見得有上升的什麼 其實加拿大在 就算說金融海嘯之前 又或者是過去幾年 借貸都是相對於美國 或者其他很多國家都是健全的 這是第一點 在長線來說 第二點就是 隨著它很多的 stress test 在大約2016至2017年 來加拿的時候 很多時候它是有足夠的空間 來去融洋 那些借了Mortgage的朋友 這樣才算 如果壓力測試是要高不少收入 你才可以買到低不少預算的房子 那絕對可以承受到這個壓力 除非除非 幾個因素 就是利息加到天高 什麼叫天高 一定絕對多於5% 那 或是接近10% 應該不會去到 好像我們當年80s那時候 那些變態 我不應該說我們 我老爸老母80s 那時候要交高利息的狀態 應該是暫時不會的 這是第一個factor 第二個factor 第二個factor 就是失業率要爆強 令到那些人斷工 暫時來說 失業率是歷史新低 這個情況 應該增加外壞帳的機會不大 這個不僅僅是我所說的 當他們做這個budget announcement的時候 無論World Bank或TD Bank 都是重申他們暫時覺得這個情況是事實 就算樓市 他們覺得暫時的機會 on soft landing 這個機會是居多的 然後第三個趨勢 可能對銀行股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就是通脹壓力 無論World Bank TD 甚至Scotia 其他銀行我不是太清楚 都宣佈一次性 來幫部分員工 或者所有員工 來加少少人工 在這個運用之下 亦都令到銀行的Efficiency Ratio 或者Productivity Ratio 或者是Productivity Ratio 即是多少錢花了 又可以賺多少錢 Expense over Revenue 那個%就會抵增 成本壓力會加重 從而令到銀行可能在將來賺少了 假設當利息增加的時候 銀行 雖然他肯放債出去 但可能大部分普羅大眾 融資壓力增大的時候 融資意欲也會減少 即使息差加大 會令到Revenue上升 但這個Revenue可不可以抵消 能否感受到Expense的衝擊呢 這個值得來思考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次出來的業績 是OK健康的 不過在股價上面 普遍來說 無論你看P Ratio P Book Ratio 各方面的時候 加拿大的銀行股 你是可以持有的 但是它現在的價位 對比起大部分已經跌到趴在那裡的股票 來說 它就不算吸引 甚至乎 你比較起美國的銀行股 無論你說股神剛剛入的City Bank 或者剛剛放棄的Wilds Fargo 又或者我自己持有的JP Morgan 都是相對來說 是沒有那麼吸引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慮的時候 可能考慮美股的銀行 就會更加好 當然你也可以說 美股和加拿股 會不會在風險上有些不同 在現階段來說 無論他們面對加息的壓力 又或者 對銀行來說不是加息的壓力 又或者是Invasion的壓力的時候 都是類似的 所以暫時來說 未見到一個分道揚鑣的時候 看看股值 還有看看價錢 各方面的吸引程度 來作出選擇 我相信 都是美國 或者加拿大 不會分別太大 今天分享到這裡 這個分析能夠幫到你 作為一個參考價值 雖然這次是比較宏觀一點 說了那麼多銀行 沒有GOLD SPECIFIC 去到一些NUMBER上 希望仍然都幫到你 股票自己投資自己研究自己買自己 負責任非常重要 這個僅供參考意義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比利把拉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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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